最后我们再看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动词 就是打扰或者令某人不安 同样的我们大声读一遍 注意不要disturb 这个s后面中读的话 声带一般又震动 所以这个t变成的这个声音 我们在大声那边disturb 再来一遍disturb 就是打扰令某人不安 注意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动词 我们先看看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例子 比方说我们在宾馆里边 这个屋门外边我们会看到这么一个牌子 是什么呢 请勿打扰 就do not disturb do not disturb 请勿打扰 在这当一个不起勿动词来用 再看一个我们在打电话时常说的一个句子 在电话口语中常常说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我希望没有打扰到您 我这回打电话不知道是方便不方便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这个disturb在这当起勿动词了 打扰某人令某人不安 可见他急勿不急勿都可以 还有一个在口语中特别常用的客套的一句话 就什么呢 sorry to disturb you but 我们在求某人帮忙 麻烦她的时候不好意思说 哎呀 很抱歉打扰您 但是在提出我们的请求 这显得客气一些 对方容易接受 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 我这个有什么事可以这么说 咱看一个例子 sorry to disturb you but I really need your help 很抱歉 打扰您 但是我确实需要您的帮助 sorry to disturb you but I really need your help 这么说呢 对方就很容易接受 哎呀 这人很客气 好吧 我给你帮忙吧 这个就避免 咱们请求是太突兀 但是你发现这个搭配呢 一般用在不是特别着急的这个场合 就是我们双方都不着急 帮忙的事呢 也不着急 如果非常着急的场合呢 这个就用的就不太贴切了 你想想这个场合能不能用 sorry to disturb you but your dog is biting me 很抱歉打扰您 但是您的狗啊 正咬我呢 这就有点慢性子了 这是肉已经咬下来了 已经完了 所以着急的场合呢 就马上 your dog is biting me what's doing 这个声音就大点了 都快点了 你在不是这个场合 我们跟另外一个朋友坐在一块 在烤火呢 我也看呦 衣服着了 整个连头发都着了 对吧 这个时候我能不能这么说 客气点 sorry to disturb you but I feel obliged to inform you that your coat is on fire 你看着人们已经死了 这时候就不能太慢慢的说了 确实在不着急的 这个场合可以慢慢慢慢这么说 好 这是我们第一课 重点的词汇和续语 学完之后并不代表大家会了 学完之后是李老师更会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又复习一点 记住英语一定要把它搭配 把他这些重点知识记住 形成自己的本领 这才是真正掌握了 这个声词短语 咱们就和老师学习到这儿 我们再来看看 也会感谢 我们再来看看 没有人等心 看起来 我们该试语 我们下距离